来关心金华城案 七名赞亚的被告 金鸭期即将建满 北检针对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向法院申请延长积压 而金鸭庭预计在下午三点半会开庭 向重况关键姚怡婷告诉大家 怡婷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们持续来关心金华城案 而今天的焦点就着作在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今天下午三点半是即将 要来召开这个积压庭的 就是要来看说 今天到底会交保还是会延压呢 而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他的委任律师像是胡月龙 今天一大早就已经抵达法院了 来进行阅卷 而他的另外一名委任律师 也就是月方卢 您能看到稍早大概在 开庭前的15分钟 他已经抵达法院 对于大家的问话 是不发一语的快步上楼 就是要来进行这个法律的攻防 要来看说今天到底最后结果 是延压还是会交保呢 其实呢我们透过北检所给出的 延压理由就能得知 沈庆金他是涉犯了一共有三个罪名 包括是这个刑贿 以及两个图利的罪名 那加上还有一点很重要 是因为他是威京集团的主席 那由于说金华城案 有很多的被告以及证人 都是威京的这个员工 所以就把他放出来之后 如果交保出来 是不是会有灭证的可能性呢 那检方当然是不想要 所以呢来申请延长积压 那么另外除了这个 沈庆金的延压庭之外呢 其实今天金华城案 也有在陆续的传唤了 一名证人来到北检这边 来进行作证 而他的身份呢 其实是一名都尾 一样呢要来巩固 相关金流的图利的部分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 在北检掌握到的任何最新消息 如果呢有任何最新 会得随时为您做掌握